228此虎林寝遭泼红期事件,检警京居提6人,另一人自行盗案,检方训后陆续预知5-8万元交报,其中首先获释的府人大学罗信学生说,228当天自己率先泼期,想表达国家用经费维护讲中正的林寝,这事件非常荒谬的事情,也希望能顺利推动转型正义。 罗表示,今天早上10点多打算要去吃早餐,一走出家门就被警方逮捕,经5万元交报或事后得知其他人也检方预知5-8万元交报金,认为明显已高于一般沉堂者价码,不符合比例原则,而且也表明自己并无逃亡之余。 他还说,令明台大土木科周信学生当天仅在现场负责拍照,并没有破坏林寝的实际作为,交报金额却高达8万元,对此表示强烈遗憾。 检警经居提到案三男三女检方训后陆续依回损罪嫌疑令5-8万元交报,目前剩下台大医科张信学生及令明张信学生保释经未确定,现场生源学生也开始集资,到一旁自动贵原机提领现金,誓言要将每个人都保出来。 罗信学生中5万元交报首先或是记者存见又摄影,分享,生源同仁在现场领钱,要集资将每个人都保出来,记者存见又摄影,分享。